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勇气是一个 非常难拥有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我们可以活得更有勇气 但是真的如果说刀口架在脖子上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勇气的 而且要看发生什么事情 在什么样的压力下 还有为了什么而有勇气 如果在安全上的威胁 或者在职场上面可能会失去工作 特别是在经济上面的安全 很多的人是会软掉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有这样子的勇气 有些人就是真的敢跟这些邪恶的势力的威胁拼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 在政治圈里面 在商业界里面 而且是在民主党 基本上完全执政的地方 例如我们这边的洛杉矶 或者是纽约 芝加哥这样子可怕的左派城市 在我们的城市里面都出来直接帮川普背书 直接出来支持川普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少的人了 例如我现在如果要回去服装产业去当设计师 别人如果搜我的名字 在那个HR在搜我的名字 说我之前在干什么 一看AI News 能回去的几率就非常低 Falicia如果要回去当演员 当主持人几率也非常低 所以我们出来创业 出来创建爱报道 然后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但是其实我们还不算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富有 我们的生活品质只是从普通穷变成穷而已 而且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快乐 我们的生活品质没有降低太多 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天上 但其实很多的人 他们的生活是会有大改变的 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失去大笔的钱 公司会大幅的缩小 我就知道一间电影公司 他们的老板 电影制作公司 他们的老板几年前突然说 OK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要做基督教的电影了 然后原本车水马龙的公司 现在客人少了至少三分之二 还活着 但是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人做出来这个样子的决定 造成最大的反应就是 可以让更多的人有勇气发声 让更多的人有勇气的行为 这个就是民主党最害怕的情况 2016年的时候 当时好像川普的支持率好像很低 大家都不敢想 也不敢讨论 怕失去工作 我们只能暗中支持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不是暗中支持的 而是公开的 有勇气的把他们自己的观点说出来 最新的一位是 ARK Investment的Cathy Wood 方舟投资 这很明显是个基督徒吧 这个非常特别 非常重要 金融界的人 其实一直以来都跟共和党很疏远 因为长期以来被指控 就是金融界跟共和党的关系很深 我之前在看一部 我现在还在看一部美国的这个影集 叫做Broadwalk Empire 中文叫做大西洋帝国 就是一个案例 民主党透过好莱坞把共和党塑造成一个黑帮犯法的 然后全部都是有钱人 不知人间疾苦 然后跟金融界还有这个官商勾结 一起打压人民的形象 现在这位投资公司的老板 自己出来说 他支持川普 川普或需要共和党不支持出來 川普而种 luden 川普和 가장能实际上 川普特经理 I mean, if you, yeah, if, so, Art Laffer describes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the Trump presidency as the best in U.S. economic history, not the last one because of COVID, but, and I would agree, and I went through Reaganomics, too.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亿万富豪加入到了川普的阵营里面,更夸张就是他们是公开的说他们支持川普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富翁出来支持川普,这把火已经从草根烧起来的火已经烧到了亿万富豪了,川普不但现在在小额捐款上面远远超过拜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跟大公司愿意出来声明自己也支持川普,不但是这个样子, 他们还公开的说自己原本是民主党的死忠粉丝,是支持欧巴马的,永远的支持者,以为自己永远都会是民主党,现在实在是受不了了,打算放弃整个民主党,把自己之前民主党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拍卖,其中还包括欧巴马2008年的那个pop art,那个Change Yes We Can的那个原稿,OK,那个Hope,那这位在北加应该算是个名人吧,叫做Alison 他当时在矽谷帮欧巴马拉了上千万的资金,现在他要把他花了大笔的钱买回来的民主党纪念品全部卖掉 Okay, so Alison, this collection is worth millions of dollars, I think you have like JFK's rocking chair in there, and the original Obama Hope sign, and all these things, you're selling that and flipping from the left to Trump, what's causing you to do that? Well,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during the pandemic, I'm a single mom of three teenagers living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so you can imagine some of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I went through. Well, with the Post article coming out, a lot of my friends called me and said, wow, you're speaking up and telling people your experience as number one, an immigrant, a big tech insider, as well as living in San Francisco and Silicon Valley, and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gone awry. So our policies, our super liberal leftist policies with San Francisco, it's a science experiment gone awry, and it's the same thing with big tech. There's the big tech and big corporate takeove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our daily lives, the daily lives of parents, I guess stalker moms like me, was really bad during COVID. I homeschooled three kids, grocery stores were closed, retail, malls were closing all over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right? And like I have two teenage girls that can't even go to Macy's, like it's closed now, just going to like finding a Whole Foods or Safeway, I mean I couldn't even go grocery shop. 女人們,你們真的不需要玻尿酸,看起來真的很奇怪,很不正常,現在的情況是非常特殊,非常特別的,我們看到原本深藍的,原本絕對是民主黨的人,一個一個的翻盤,出來說他們支持川普,或者說拜登真的是不行了,左派的治理真的是不行了,而且他們都是在新聞平台上面, 或是大型記者會上面,公開的這個樣子,那可以問的就是,有人在這個樣子幫拜登嗎? 你可以說有,例如像說勞伯迪尼洛,這樣子過氣的演員出來罵川普,可以說拜登必勝,拜登就是民主,民主黨也花了很多的錢,請了一堆什麼抖音的年輕的主播,幫他們在他們的平台上面打廣告,或是請什麼Dylan 某梅尼那個變性人,去白宮侮辱女性,但是自然發生的,沒有花錢的那一種,大家想想看,自己要去支持拜登,而發生的幾乎就是零,而且川普的政策是可以讓我們有共鳴的,就算我們不懂,我們也可以有共鳴,我相信大家都有跟一群人一起討論過,哎呀,這個政策好蠢,這個政策好弱啊,為什麼這個政府要 這個樣子,然後最後的結論,大部分都是,啊,兩黨都一樣啦,民主黨,共和黨,其實都沒差啦,他們兩個基本上競選的時候說一套,當選了之後,做的事情就是跟原本一模一樣,什麼都不會改變,什麼也不會改變 然後,川普就出現了,2016年的時候,他說他要蓋一座牆,結果就真的蓋了一座牆 說要跟中國有貿易戰,就真的有了貿易戰,說要阻止金正恩繼續研發核武,他就真的自己去北韓跟他握手 說要結束中東的戰爭,就真的帶領著伊斯蘭教的國家,跟以色列簽和平協議 說要減稅,就全美國人的稅都減少了,他的政策,他的方向,是美國人想要的 他不是為了美國的政府來去做這些政策,而是為了美國人去做這些政策 例如像說在虛擬貨幣上面,虛擬貨幣是一個,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沒有投資,我一點都不懂,但是科技業的人很在乎 我聽了之後說,好像是一個可以脫離美元的包袱的一個方法 可能,但是川普就出來這樣說 這個真的就是完全超出我理解的範圍了 你說什麼歷史啊,說說制度啊,討論一下聖經啊,我大概還可以聊幾句 但是虛擬貨幣,我就真的是一個no need no callu 但是,億萬富豪Cathie Wood就不一樣了 他懂這些,所以川普說的內容,他可以理解 Bitcoin, hands down, hands down Bitcoin is a hedge against both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Bitcoin is new and institutions are barely involved And young people would much prefer to hold Bitcoin than to hold gold We are not looking to maximize profit on this SpotBitcoin ETF We are looking at Bitcoin as a public good It is essentially, from a technology point of view Going to be the financial superhighway of the Internet There are currency devaluations taking place The peopl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Nigerian NERA is down 50-60% in the last nine months Egypt just devalued by 40% Argentina continuing to devalue I think this is a flight to safety, believe it or not, taking place A hedge against devaluation A hedge against a loss of purchasing power and wealth Yeah, what she said 什麼意思?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網路上一串數字 為什麼可以代表現金 但是,現在現金也只是網路上一串數字而已 總之,川普說的東西可以打動這些細骨 跟紐約的高科技人員的心 或許可以打動很多我們觀眾的心 只是我是一個redneck、紅脖子、香巴佬的身份 完全聽不懂而已 但是,不管我多不懂 不管我多無知 川普支持虛擬貨幣的這個角度 是得到大力的支持的 例如像說這個最新的新聞 Winkle Vars Twin Winkle Vars Twin 捐贈了30.49的Bitcoin給川普 等於超過了200萬的捐款 OK 虛擬貨幣是什麼 虛擬貨幣好像就是一個 政府沒辦法完全掌控的東西 只要不換成現金 政府好像就沒有辦法扣稅的投資 好像是這樣吧 OK 懂的人 歡迎在下面糾正我 總之重要就是 這個是川普在建立什麼東西 他在跟人民建立關係 他在跟商業界的人建立關係 他跟我們印象當中的政治人物 還有很有錢的那些人士差很多 簡單說就是 川普是個聰明的生意人 他知道市場的走向 他知道在什麼樣的場合 該說什麼樣的話 來達到他的目的 然後他知道大家要什麼 想聽什麼 然後他展現給我們看 他也知道政治是怎麼樣運作的 你支持我 然後投票給我 然後我就在政府裡面為你發聲 這個就是所謂的民意代表 共和制的民主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感覺到 就是川普是唯一剩下 可以來代表我們的人 可能因為他不是政治人物 或是他是政治人物 原本應該要有的樣子 那為什麼川普跟其他的政治人物不一樣 我個人認為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當川普說什麼的時候 你知道他是認真的 而且他真的會去做 這就是一個商業往來 你去問每一個大老闆 他們每一個人都會回你一個東西 就是公司要做大 公司要訂單 最重要的就是誠信 2016年他當選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他會不會真的說到做到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樣子的問題了 川普執政過四年 他說的東西都有做到 第四年來了一個中國來的感冒封鎖了全世界 在這個樣子的情況下 他建築了Keystone Pipeline 他簽訂了美墨加共融條約 USMCS 他蓋了邊境的牆 他還從五角大廈那個地方拿了經費 來去蓋邊境的牆 非法移民創的歷史新低 經濟全面起飛 然後還有包括疫苗 他說他任期內會疫苗會出現 他真的把這個疫苗搞出來了 雖然這個疫苗簡直就是不該上市的一個敵基督的實驗品 他也沒有逼任何人去打疫苗 我想要說的就是 他說到的東西他就會做到 而且他會很努力的 而且盡全力的去做到 然後他現在出來說 他絕對不會支持一個 美國控制的中央銀行方式的 形式的虛擬貨幣 我覺得是個好事 而且我會也會停止 Joe Biden's crusade 去殺蝸蝸蝸蝸 我們會停止 我會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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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未來的蝸蝸蝸 和未來的蝸蝸 會成立的 在美國 並非在外面 我會保證 我會保證 的權負責自身的 中央銀行方式 他出來說的話 有人相信 他說不會去觸碰虛擬貨幣 我們也認為他不會這樣做 就跟他說他會蓋邊境牆一樣 就跟他說他會終結戰爭一樣 就跟他說他會降低稅收一樣 他說出來的話 並不是政治標語 而是我們可以相信他會去做的 這個就是民主黨最大的夢魘 因為沒有人相信民主黨 民主黨他們說世界和平 世界就開始打仗 他們說美國會回歸國際 結果美國就變得更封閉 他們說會保守 保護美國人的安全 結果治安爛成一團 吸毒到處都是 他們說會解決流浪漢的問題 洛杉磯的流浪漢人口 應該是比住洛杉磯的人還要多了 聖經其實是非常反對發誓的 民宿記三十章第二節 人若向耶和華許願或啟示 要約束自己就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 詩篇十五章第四節 他眼中藐視匪淚 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 他發了誓 雖然自己吃虧也不更改 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節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 不可以被誓 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 只是我告訴你們 什麼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著天起誓 因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著地起誓 因為地是他的腳凳 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 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精神 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 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若再多說 那就是出於那惡者的 我們會支持川普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他不像那些發誓的政治人物 川普這個人說是就是 不是就說不是 而且他用行動證明 他說出來的話都有做到 川普會不會當選 這一次美國的選舉會不會公正 很難說 我常常覺得 他們不會讓川普當選 甚至選贏了 然後再暗殺他都有可能 林肯就是他 當第二任剛上的時候被暗殺的 甘奈迪也是他第一任期 快結束的時候被暗殺的 不管怎麼樣 這次的選舉會怎樣 有沒有可能會有公平的選舉 我們做基督徒的 都必須要隨時回到我們 受洗的時候發的事 就是我們宣告我們已經 受洗歸入耶穌基督 我們現在在耶穌基督的國度裡 而且要跟這個世界分別為生 請幫川普祷告 幫美國祷告 幫我們自己祷告 讓我們有勇氣堅持我們的誓言 不要食言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一等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愛報導 我請問我們 選 trunk